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 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欢迎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得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 我们讲一讲的就是这个国家 现在三年之前 西媒 台媒 旺媒六媒 为他拍手掌这位女士 因为 他刚刚上任时就证实 将会取消中国资助的港口建设计划 但是他就说 不会对中国关上大门的 其实每个政府都是这样的 他一定会跟前人的东西是不同的 是跟前人的东西是不同的 他也强调这位叫马塔亚法 亦强调他批准那些对撒摩亚有明显好处 亦 会对中美两个大国 进行地缘政治 会成为期子 变成期子没有益处 他也说在美国这个地区 他说的 他真的说美国在 南太平洋地区 是有效撤离 其实中国对太平洋赌国很有兴趣 似乎大家都对太平洋赌国兴趣是一件好事 但也不一定 他也说撒摩亚其实很小 记住撒摩亚和美属撒摩亚是两个地方 亦只有20万人 当时 拍了手转 好弱 抗中啊 抗共啊 习近平没面 王毅啊你PK吧你 别人不理你 结果 他在2021年7月30号 就说这番话 好了 之后 笑挖王毅 结果第2年 撒摩亚签了一个令到 台湾和 澳洲很震惊的协议 就是撒摩亚 20 2022年5月29号 就是 签了 是警察训练的协议 而且 讨论 叫中国警察帮他们 建训练一个训练中心 糟了 不过这样 不不不不 他也是 迫于这个共产党格力 所以都是 假扮亲中的 假扮亲中啊 这样啊 当然当时也是王毅有去的 就是访问太平洋赌国 中国认为 是中国深化太平洋关系 也引起西方领导人 敦促南太平洋 赌国的领导人 拒绝 任何 中国将安全范围 扩展到整个地区的 企图 好了 你说 在一个警务中心 就是 很危险 经常说很危险的 不可以这样的 美国在菲律宾 搞这些事情 行吗 这样也行 而且美国 它不是南海地区来的 不是南海国家来的 是吗 当然这份新闻稿 亦是令到 很多西媒说 为什么为什么 原来当时 他们 媒体就被邀请 见证这份协议的签处 但现场不接受提问 新闻稿当然西媒肯写了 中国将继续为 撒汪亚各部门提供基建 发展的支持 未来项目 将会有一个 确定 优待确定 和共同商议新框架 当然这些绿匯就是 不要紧要他说 他也是签了 不要紧要 那还是不承认现实 不承认 其实撒汪亚他就没什么 第一 2011年为什么这个总理要首先禁止了中国的基建 因为外交压力大 他也看 现在 我新上台 全部我都看谁有诚意 之前的前人那些 这些全部是 清零 就看到 好像 他也会说美国是有效撤离 都 是给你面子 已经 给你面子 有效撤离 现在 过了年年都没什么表示 就签了 OK 就签了 好了 现在 更加 今天 正式是 对话访问 这位总理 他姓叫马塔亚法 其实有很多人叫他 是非亚媒总理 非亚媒总理 终于是正式访问中国了 原来就是英国 报院总理李强的邀请 而且 现在放出来的消息 因为他一访访 很厉害 访访了八天 原来 高潮是什么 就是 提升两国的关系 哎哟 真是 提升两国关系 我觉得 也是对的 看到你经常都说 你之前 那些西梅就说 你呀 要看着 澳洲其实是看着 这堆 南太平洋的 赌国 澳洲 有时被一些奥剧 甚至什么 减篮球队 那些什么 实力不是没有 但是不多 这位阿姐 其实就是薩摩亚 也做过很多职务 议员 教育部长 父女部长 司法部长 兼 做过副总理兼 资源环境部长 2021年7月 就是当选薩摩亚第九任的总理 亦都在 刚才说过了几天之后 他就正式 拒绝了中国的 这个基建 但是现在为什么呢 原来他们 国内的媒体亦都说 需要发展 很正常 你不要说到 转向 亲中 你说他是不是转向亲中 其实我觉得他 一直在站在中间 但是看到 这么好 中国起码有些实质的东西 你经常跟我说 说理想 大马长官 说感情 现在都说发展 你只是说那些 很虚的 那是台湾说的 台湾都是什么 南太平洋 什么南太平洋 什么南太平洋 我做都要做的 我都要发展的 因为他们说台湾原住民 其实跟我们南太平洋的 赌民是有些 关系的 这件事学术界 是有提出的 但未是一个真真正正如完全全的 学术的 确认了的一个关系 当然他肯定说到 说得大一点 上次你分享一张海报给我 什么世界第一 什么文 什么第一原住民 什么 反正 什么都说自己第一 南太平洋赌国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 我要发展 你来了那么久 之后你也走了那么久 我也不是没有机会给你 好像萨摩瓦的这位 总理他也说过 那我们 合作一下 好吗 但是看来你又没有什么给他 所以他就 去中国看看有什么机会 很正常 原来 赌萨摩瓦大使 他之前亦都是 这件事原来萨摩瓦就要求了很久 就是 需要 农业技术 原来 中国是答应了他的 原来 中国 一直都是有 援助萨摩瓦农业技术示范项目的农场 当然 之前大使也去了 之后 今次估计 这位总理见了习生之后 当然见到习生的 经常都是有些礼物送的 那就是 应该就有些新的项目可以投资 有些人说你不是金闻外交了 哦 那这些小角 又是真的讲感情眼跟我说 为什么不讲感情 了国更加要讲实际 是的 你跟我说感情也可以 但是感情 我们也要有些渣娜才行 是吗 其实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亦都说过 今次 撒摩瓦总理 其实都在中国逗留八天这么久 原来 亦都说过 撒摩瓦是最早和新中国 建交的太平洋倒国之一 两个国家有好关系 都有多深的民意基础 建交半个世纪 其实中杀关系始终是稳健的 所以之前说这位亚姐 其实她是否抗中 我又觉得不是 这位 非 亚媒总理访华期间 两国领导人对于中杀关系 以及 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深入 是交换意见 共同 刻画出中杀关系发展蓝图 以及撒摩瓦都是一个 是气候变化影响很大的国家 她可能亦需要中国的帮忙 明年就是中杀建交五十周年 双方关系 亦都有新的基因 中方愿意 以此契机 与撒摩瓦是 深化政治互信 是托展务实合作 其实务实两个字就是这些 南方国家需要 你跟我说 感情 不是 你也说英语 当然她还有一些讨话 那又怎样 以前大英有多少殖民地 是吗 说英语 那 说英语就是说英语 人家要实力 你想一想 现在很多地方都学中文 虽然那些地方 曾经殖民地的年代 就说英语 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学中文 对吗 不好吃 说到好像 你要一定听我说 说回撒摩瓦 为什么 那么紧张 这个美国佬那么紧张 因为他是 位于夏威尔和新西兰的中间 美属撒摩瓦的西面 亦都是 波里尼西亚群岛的中心 1962年就独立了 其实你也想一想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其实1919年 依照凡尔赛条约 德国是将西撒摩瓦 让了给新西兰委任 管治 西撒摩瓦 先后就以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名义 托管西撒摩瓦 到1962年 1月1日 西撒摩瓦独立国就成立了 1997年 其实 政府就 修改宪法 就将国家改为撒摩瓦独立国 西撒摩瓦 是 波里西亚 赌国当中第一个在20世纪 独立的国家 当然其实它的经济 也是一般的 也是一般的 它有什么出名呢 椰子 可可 面包果 芋头 香蕉 工业就有小型的轻工业 是 农产品加工 旅游业也是重要之处 当然旅游业也需要在 一些中国旅客 这些地方可能你很少去 南太平洋群岛 又是第二种风情 如果你住在澳洲新西兰 应该也不算很多人去这些群岛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基建 基建非常重要 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由德国人建造 由新西兰人 是 营运的德律 丰根铁路 之外 薩瓦牙 是没有 铁路或者有轨电车交通的 所以它亦需要 在中国的基建 可以吗 跟中国关系好吗 这么久澳洲都没有做 你不怪人的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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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看 他们亦有一个名人 其实 就是 The Rock Divine Johnson 其实他的母亲是薩摩瓦人 但是他本人是美国人 首先是住在夏威夷 之后又住在宾夕凡尼亚州 佛罗里特 虽然他不懂得说薩摩瓦瓦 但是他 最厉害的 但他亦是到今时刻为止 唯一一次访问薩摩瓦时 国家元首 授予一个名字 的榮语的人 因为 也算是薩摩瓦血统 你看他的样子也挺薩摩瓦的 太平洋倒人的样子也挺似 好了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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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